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adjx中的数据类型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开始 我们的实战项目中的adjx应用 好 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这一课主要 了解adjx 在注册用户表当中的使用 主要有三个功能点 第一是校验一个用户名是否被使用 第二 通过手机号获取手机验证码 第三我们点那个表单的里面的验证码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实现实现刷新这个图片验证码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第一个用户名 这是我们上一个视频中的这个验证功能 但是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加一些adjx的交易 那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输入一个礼仪 他会提示用户名被占用 好 我们就达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机 假如 我随便输一个手机号 校验通过之后 会显示一个获取手机 印证码 这么一个 按钮 然后点按钮 然后他会获取我的手机印证码 这里我们 这个内容本来应该是以手机 短信的方式发送给用户 发送给这个手机号 然后我们在在这里 增加一个手机验证码 这样一个输入框 好在这里 我只模拟了这个 获取这个过程 至于填写这个过程 就留给大家 往后自己 去实现 还有第3个功能点 就是我们在这里 有时候 这个生成的4位数的验证码 不一定很清晰 有可能 用户看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能 可能在最后面写个 看不清 或者是 用户直接点这个图片 他会重新生成一个新的验证码 好 这就是我们 JX在注册表当中的几个应用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实现的 好 表弹还是之前的那个 表弹元素 我基本上没做更改 包括它的绑定的事件 还是unblue 对应的函数 都是 跟上一个视频中的函数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的用户名 是绑定了unblue事件 响应这个checkname函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checkname函数 它是如何检测一个用户名 是否被占用的 好 首先 我们获取了这个用户名里面的值 然后检测它是否为none 这个itsnone 就是我 崩装好的一个检查 这个字符串是否为空的这么一个函数 如果为空 它会返回true 返回true的话 我们就提示 请输入用户名 就因为这个用户没有输入用户名 他就离开了这个输入框 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 提示他 请输入用户名 如果这个用户已经输入了 那么我们就 往下执行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loading 这个函数 loading 它就是 把我们的tips里面 的内容 变成 加载中 然后 展示 这个loading 如果 当我们 伏务器响应比较慢 这个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 加载中 这么一个效果 我这个位置 还是放在这里面 因为我没有单独去做一个小图片 如果有美工同学的协助的话 我们在这里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加载的旋转的小图片 一直在这转 等它 检测完结果之后 这个 旋转的小图片 它会自动消失 好 这里我们就用了这个加载中几个文案替代了这个图片加载的过程 看 我们打开这个 loading 我是展示加载中 然后 我会发送 ejects请求 当 ejects请求发送成功之后 我会立马把这个loading的效果给去掉 也就是我把这个 tips 这个 隐藏 然后把它的 HML元素 制空 好 这是我们的加载 跟去除加载这个效果 然后呢 我 发送了ejects请求 去调用这个check.php 然后我传送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username 一个是action 因为我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脚本 做了很多用途 我是根据这个action这个参数来区分的 例如 在这个 教员用户名的这个地方 我们传送的是一个action 为checkname 这么一个动作 那我会根据 判断这个action 如果是checkname 那么我就获取这里面的username参数 然后 去数据库里面 寻找 有没有对应的用户 如果有对应的用户 我就把这个用户的基本信息展示出来 并且以节省格式的方式 返回 如果这个用户名 对应的用户不存在 就返回一个空的 这么一个节省 格式的字符串 好 返回回来之后 我们就 通过我们的eva方法 将它转换成一个接识对象 如果我们判断这个用户的id如果存在 那说明 我们已经在数据库里面找到了对应的用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提示他用户名以占用 请重新输入用户名 好 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失败 失败的时候 应该 都是adjx请求错误 所以我们就直接提示他的错误信息 是adjx请求错误 好 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用户名的交易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 通过我们的adjx 或许里面的值 将里面的值 传递到我们的服务器段 我们的服务器段做一次 查询 判断这个用户名 有没有对应的用户 如果有 将一个用户的基本信息 返回回来 返回回来之后 我们的adjx再做一次处理 就是我们adjx里面封装好的那个 根据unready state change 这个方法做一次处理 如果 返回的用户信息里面有用户的id 那么我们就提示他用户名以备占用 就做一些配合的效果的展示 好 这是我们的用户名以备占用的这么一个效果的开发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发送adjx 使用了我们之前封装好的这个adjx函数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先创建这个 xmlhtp request的对象 然后 将我们的参数 做一次处理 然后再次新建请求 然后发送请求 如果是post的方法的话 我们还要设置请求投信息 然后再发送数据 然后 中间我们监控这个unready state change 这个属性 如果他 里面的ready state 这个属性为4 并且它的状态码为200 说明请求成功 然后我们就调用这个传选来的回调函数 把我们的返回的这个自货串信息 直接传递给这个回调函数 好 这就是我们的adjx减据过程 同时 也是我们的 在这个用户名 这个校验的这个函数的调用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手机号是如何获取短信验证码的 好 我们的手机号其实也是绑定了两个事件 一个是unforce 然后是清除这个 提示信息 一个是unblue事件 是调用checkmobile这个函数 并且我们在后面添加了一个按钮 默认这个按钮是隐藏的 但是这个按钮上面我绑定了一个事件 叫做unclick事件 它会调用getmobilecode 就是获取手机验证码 这么一个函数 好 我们首先看这个checkmobile函数 checkmobile函数 在原来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更改 他 除了要检验这个 手机验证码是否有效 通过我们的证则表达式来检测这个手机号是否合法 如果不合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获取验证码的这个按钮继续隐藏 然后并且是不可点击的 如果 我们的手机号是合法的 是有效的 也就通过了我们这个正值表达式的匹配 那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将这个 通过了检测 那么他就会展示这个按钮 然后让这个按钮可以点 然后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 响应了 我们之前 绑定在这个按钮上面的这个unclear事件 然后他会 调用这个getmobilecode这么一个函数 好 我们看一下getmobilecode这个函数就在下面 同样我们在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也要 首先 教验我们 上一步输入的手机号是否合法 所以我们会先获取手机号这个输入值 然后 定义我们的正值表达式做一个匹配 他如果是合法的 那么我们就往服务器端发送请求 将我们的现在填写的手机号 发过去 并且 Action 我们是getcode 你看同样也是传给这个check的php 这个服务器脚本 会根据这个Action 等于这个code 生成一个随机 然后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接口 如果有接口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接口 将我们生成的验证码 直接发送到用户的手机号 然后当请求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 我们就用了这个tips 这个 元素来展示我们的手机验证码 是因为我们只是简单做了一次请求的获取 这样一个结构的展示 我们并没有真的发给 用户 也就是做了一次模例展示 让大家明白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他请求错误的时候 如果他请求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提示他手机号验证码获取错误 好 我们 看 点一下他就会响应这个 getmobilecode的函数 然后他会发送 adject 请求 你看这就是我们发送过去的 当然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 这个check.php 这个获取验证码的这个接口 我们肯定还会做一些加密 或者是一些防刷 的一些操作 这个防刷的 这些机制 我们会在我们的下一个实战项目中使用 好 这一刻我们就不再 做讲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点 这个图片 他是如何实现刷新的 看 每刷新一次 他其实就发了一个请求 他去请求了这个验证码的这个 网址 然后后面带了一个随机参数 这个随机参数的作用 其实他就是一个 防止这个流浪器 缓存我这个地址 你看其实我们把这个新地址打开 默认我打开这个 网址 他其实就是生成了一个 图片 然后我如果每次加一个随机数 防止他被缓存 那么他一定是生成最新的 那我们这一个 操作的原理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 图片这个元素上面 绑定了这个 unclick事件 调用我们的check cod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首先会获取这个元素的这个src 这个属性 然后在这个属性后面 追加一个 我们的随机数 再将这个属性 重新复制回去 这个时候 我们的html 元素会重新 加载这个网址 展示一个 新的 验证码 好 我们看代码 这是我们的check code 函数 看 首先我们获取验证码的src的属性 然后生成一个随机数 然后将这个 src属性后面 追加 一个随机数 然后再给它复制回去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重新 加载这个验证码图片的这个功能 好 这是在用户输入的过程中的校验 而当我们的用户 全部输入完毕 校验成功 然后他在点这个 这个按钮的时候 然后会把整个表达的数据post的过去 那在这个提交post之前 我们同样要做类似的 adject这个 教验 例如用户名 手机 还有这个验证码 我们同样可以 通过adject技术 发送请求到我们的服务器段 教验这个是否已经填对了 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是否正确 这个用户名是否已被占用 因为防止我们在提交过程中 数据被劫 然后 做一些更改 好 这个提交过程中的 教验 我在这里就不再讲了 因为他的跟铁验写的这个过程 90%是雷同的 只是我们 把一步一步的教验放到了一个事件中 就是点击这个注册按钮的时候 这个onsuppermit这个事件中 来教验 好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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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